Elon Musk 马斯克再次提出有关人工智能的诉讼 马斯克在2月份首次在家族法院提出诉讼 起诉前Twitter拥有人OpenAI公司的创办人与行政总裁Sam Olman 但在6月的时候马斯克又无故撤回了诉讼 马克斯起初指责OpenAI背离了最初的非盈利使命 将一些最先进的AI技术只保留给私人客户 而新的诉讼在北加州联邦法院提出 内容更为广泛指OpenAI涉嫌从事敲诈勒索行为 OpenAI还没有对事件作出回应 但3月的时候曾经指马斯克最初的指控是不连贯而且无聊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马斯克与加州的领导人发生冲突 并表示要把X平台的总部从旧金山搬到德州 纽约时报获得内部电子邮件显示X平台计划在未来几周 关闭旧金山总部办公室 员工会办到现有的圣河西办公室 马斯克另外会开设一间以工程为主的办公室 由X平台和马斯克拥有的人工智能公司XAI共享 对于这项消息X并未回纽约时报的询问 而上个月加州通过一项法律禁止学区通知家长有关孩子改变性别的认同 当时马斯克就扬言要将公司总部迁往德州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指出马斯克在2022年收购推特以来 就不再向管理该大楼的地产公司Surenstein支付租金 不过该公司也没有对此做出评论